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那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人患上三高的几率也是越来越大了 在我们国家,每十个人里边就有四个人血脂异常 那在日常生活中,想要预防高血脂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第一,就是早餐要少吃一些精细面食 那吃得健康呢,身体才会健康 饮食健康可以从早上的一杯燕麦粥开始 因为燕麦呢,它属于粗粮 粗粮中的一些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 能够提供您尚无所需要的能量 还能维持很久的一个饱腹感 所以午餐也不会吃得太多,一举两得 像一些油饼啊,油条啊,白面包,糕点等等 这些传统的早餐,虽然味道是不错 但是为了血脂健康,一定要少吃 第二就是少吃动物脂肪 要选择一些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脂 比如说菜籽油啊,橄榄油,鱼类和坚果类的 要少吃饱和脂肪酸的脂肪 比如黄油,棕榈油,像肥肉等等动物性脂肪 那一定要控制油脂的总量 不能因为是比较健康的油,我们就随意的吃 第三就是吃饭不要吃太饱 很多人吃饭喜欢吃个十分饱 这其实对肠胃健康和血管健康都是很不利的 建议大家每一顿饭都是七分饱 如果经常在外面吃饭,很容易控制不好 点的多了,那大家其实可以分装打包 既不浪费也不会吃太多 第四的话就是要吃一些健康的零食 因为我们在空闲的时候嘛 总想找些东西,蘸点嘴巴 很多人说吃零食不好 其实我们有办法可以吃的健康一点 比如说这几种零食像坚果 我们不要买油炸的和糖衣的,盐居的 选择像圆外的,每天的控制量在30克左右 水果呢,这个就不用说了 既能补水又能补维生素 不要吃的太撑,也不要当饭吃就好了 那酸奶呢,我们尽量选择原味的,少糖的 第五就是要适量的运动,控制好体重 那高血糖,高血脂和糖尿病都是和肥胖相关的 而这些疾病呢,都会影响血管壁结构 容易形成周样硬化斑块 坚持每周五天,每次30分钟 中等强度的运动,是有助于控制血脂的 并且能够降低脑足中和心脏病的风险 那第六呢,还是要勤喝水 那日常应该随时喝上几口水 让体内的新陈代谢处于活跃状态 保证每天在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 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识